一早大陣仗 总统蔡英文来到台大医学院体育馆 在医护人员指引下卷起衣袖 手臂上打下全台第一针 国产高端疫苗 总统出面打头针 希望带动高端疫苗打气 上午9点全台正式开打 场内座位几乎坐满 这一梯次全台有将近60万人完成预约 要出国 所以有时间要过来打 不管打什么疫苗都有人确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都差不多了 所以之前会担心自己打不到疫苗 会 我上次觉得还没有轮到 觉得什么时候要轮到 所以有的话我就赶快打 就是赶快预约了这样 现场充满年轻面孔 有机会就把握 因为接种资格是首度开放到20岁 原本外界担心会有很多人爽约不来打 但现场报道率其实相当高 我刚跟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有确认 我们选一个小朋友 报道率大概都是9成5以上 所以事实上大家应该都是蛮有越过来施打的 呼吁民众别挑选疫苗 符合资格尽快完成接种 让全民保护网再扩大 大约新闻水产里面华 张宇佳 黑笔报道 没问题 接种 跳起来 就会有你